這個web跟這個application做結合的這麼一個環境 很可惜的是那個Apple他們在前兩個月 他們說這會破壞安全性啊或什麼的 就他們不支援 但是我想這個是就跟他們等於是保守派 要壓迫這個發展一樣 這是不會成功的 那你還是可以用 就是說他公司他的立場他說我不支援 那不支援呢你也可以體諒他的做法 就是如果大家都用這個那誰去他家玩呢對不對 那誰會去付他30%他就收不到了 或者是因為我可以用外 少數你要用到那個taskdoor的人才會去弄到 完全AP才會用到才會到他那邊去 所以他當然是不想支援 FoneGas是這麼一個東西 那今天有一個WRFL是什麼呢 是叫Wireless Universal Resource File 那這個是一個Device Description的Repository 為什麼要有這個東西呢 就是說因為下面有很多啦 我們有iPhone有Android有各種不同的這種 那這些我web的東西大家都一樣的 可是呢各種不同的那個手機呢 他們有不同的 不同的Resource對不對 所以Device 那所以那種那個東西呢 就寫成一個SML的這個檔案 然後擺在等於是我Android手機 iPhone手機或什麼 那我這些秒數擺在這裡 擺在一個地方 所以那然後這是一個資料檔的這個格式 那所以在這裡他就提供 在這個WRFL裡面提供 我們所有的Information About什麼 About the mobile device we want to detect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為什麼需要知道這個 因為我們的這個FoneEdit 我又support Application 又support各種不同的手機 那到底這個手機 support哪些標籤 哪些HTML 哪些這邊 那我怎麼會取得這種訊息呢 那手機又不告訴我什麼 那所以一開始這個 你這Request過來 告訴我什麼手機的時候呢 那我到WRFL的這個檔案 或者在這個Repository這個地方 我會知道原來你這個手機知道這些 然後呢我再給你一個 最適合你手機做的 所以他把不同的手機 他的這個性能啊這些 他全部都考慮到 然後變成Hybrid Application 那Hybrid Application呢 是基本上他讓我們的這個Experience Feel like a Native Application 就像是跟這個Native Application一樣 然後呢 Take A Degi Enhanced Feature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自豪應該有提過了 然後效能也可以做最佳化 所以這些 這些大概都是 用Hybrid的好處 而且趨勢應該是往這個地方走的 那FoneGap呢 它是Hybrid Application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大家可以加入它的這個Mail List 它就會有什麼事情它就會告訴你 好那有什麼新的發展 那那當然在看一段主要用JavaScript來做了 然後它這個 它也是在GitHub上面的 GitHub下禮拜 這個就學長會介紹 基本上它對iPhone Android Library它都有Support 那 那 位置 就GO的 GPS的這個部分 位置什麼都是 有些有些部分沒有Support 上的 上的它有些還沒有完成 就聲音的 語音的部分 那Contact 這個整合 有些還沒有完成 那有些 它基本上這個 這個才開始沒有多久 這個東西去年才開始的 這個 所以開始還沒有多久 但是如果在最近一兩年的 最近大概一年來的這個 比較重要的無線行動應用的開發的會議上面 這個大家都是焦點所在 那 那把WebView呢 變成一個Container 整個Web上面變Container 然後我用Web的方式來開發 那有沒有缺點當然也有缺點 它Documentation蠻不好的 那 那這個 在上面去看 但是我想 我們同學大概基本上 你知道有Web的基本概念 有行動的基本概念 應該都可以看得懂 那 如果你要做Graphic 你要做3D的話 那目前還是 還是不太好 當然我其實用應用來做也不太好了 只有Nokia Nokia Nokia 3D已經蠻久了 可是問題是我們在Web上面做3D 其實在桌面上面都不太好 我怎麼能夠要求在 在手機上面做那麼好 所以它還有一些 還有Bug 這個是它的Disvantage 那 那跟PhoneBad compatible的JavaScript framework有哪些呢 IUI其實是最重要的一個 那 然後還有很多 那這些 事實上它就是IUI這些 延伸出去的 那這裡是一些Reference 大家可以參考 那這個 其實都是同樣的一個網站 它是一個pbwiki 就是PhoneGap.pbwiki.com 那投影片我想會擺在那個 呃 在薛英的首頁上面 大家可以下載 所以這部分我想 我大概就介紹到這邊了 好 那大家有 不要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